五一大师 弥陀小姐姐说 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音 以大行做众生多福德之源 佛音中五节思维大愿 发四十八大愿成为我们的大愿 我们只要愿生彼国 我们不要再发四十八大愿 你只要愿生彼国 四十八大愿通通是你发的 就够了 你还要发什么大愿啊 自己就脑筋都是还有人来去 我自己发四十八愿 我发四十九愿 就有这样的人 你只要发一条愿 你只要发愿生彼国 四十八愿都是你的 我经常说 比如说这个科学家 他造了一个航空母舰 造了一个轮船 造了一个飞机 他当初发愿 然后去搞科研 你只要买张票 只要屁股上去做 不就是你的吗 你还要另外去发愿造船吗 你不需要发这个愿了 你只要发愿接受 他当初的愿就是你的 他当初这样的修行就是你的 所以佛于大行 佛累劫修行的 成为我们的行 上海大说的更干脆 阿弥陀佛就是去行 我们讲 比如说以车当步 我们坐路的时候 你行路 如果你自己走路 那就自己行 那如果你坐车呢 车子行就是你的行 你坐飞机呢 飞机行就是你的行 所以我如果我们念佛 佛的行就是我们的行 这生活当中看得很清楚 这并没有什么难理解 你坐上飞机来 飞机飞一千公里 一小时飞一千公里 你不就飞一千公里吗 他的行不就你的行吗 那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他的功德就是你的 他的行就是你的行 信受弥陀救度 专称弥陀佛名 愿是弥陀净徒 这样呢 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成为你的 这是偶一大人讲的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